大家好,我是吳仔 印刀心痛,最新预言 有最新的听,我们要听听 请大家给个like支持,每个众有广播 2023年就来到了 全球有什么事发生 有多少件大事,我们见到印刀心痛有六件大事,你一定要知道 今年预言是很准的 原来过往这12个月,人都神痛说的事是非常自尽 你去你去,我们重温一下 另外看到印尼高铁严重意外事故 市车期间出轨,多人死伤,也不说 原来与中国一带一路有关,不是吧,说这样的事 另外看到美国加州大地震,超过5万户紧急资利 5万人受载 美国国务院又说希望中国有能力处理疫情 之前又说绑中国,你现在是否自身都难捕 很难说 超过一半的美国人 对美国的前景感到悲观 很难说,香港不止一半,甚至说这些民调要听听 另外哈利王子 慎署自爆 爆什么?哈利,不是哈利波特 哈利王子自爆破署的经历,这些都用来说的 传媒怒斥 什么都用来买钱的那些,毫无人格的 这样 哎呀,究竟哈利王子是不是这样,那么税格呢 那我们要看一看 大家交给你了,OK仔 谢谢五仔,大家好,我是OK仔,又到国际新闻的时候了 就来年底了 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印度神童 在2022 他在十一二月的预言 有人说,哇,总得无论,总得扮扮扮 2023年 亦都有些新的预言 究竟 提及到什么 温故之身 希望大家 可以小心防范的 那我们一起看看,到底印度神童 什么东西先啊,正啦 哎呀,没得行啦,你就威了 在这个2022日印度神童,简直是 在网络上面一个非常 重大的指标 无论他准也好,不准也好 因为之前说的那些叫金融那些东西,简直登登登登的 但是 某程度上 他也有些东西看得准的,他占卜升上 那其实 说到说 其实不是说今年 才特别准的 原来印度神童已经连续两年了 预言成真的了,是不是 好了,那我们看一下 他在今年 又说到 3月,3月那时候警告过 因为受到卡拉斯帕萨瑜伽 和火星土星 相合 导致 引发到 有机会 他是俄罗斯 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然他没有印发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表面上 但是 背后 其实也在隐藏 这个世界 另外 10月那时候 说到 很麻烦 他警告过 土星木星 双合影响着地球 负能量影响 全世界 加上血月 所以在今年年底到2023年初 有三股负能量将会包围地球 战争 极端气候 地缘政治危机 印度神童 说到 最近的预言 说到 十一二月 尤其是 在十一月 有个血月之后 就出现了 一些大事 但是 其实有人说 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我们都不知道 不要讲远 我们讲近 近 真是的 十一月 血月 不久 其实 内地 就爆发 爆发连续的示威 大家都猶记得 就是乌鲁木齐 大火 接着 有大学生就出来 示威要求解封 这个 示威竟然触发 一个 又没去到 波兰壮阔 也不要说波兰壮阔 只不过掀起一个新的示威协潮 解封 你看到 接着 内地 竟然话风一转 就解封了 但是说解封之前 在中间 就发生了 前领导人 江泽民离世 看到这些事件 真是 一浪接一浪 除了 讲到这些之外 也是刚刚 这个月头 印尼火山爆发 亦都见到很多地方 不同 爆发 接着 讲到 2023年 12月 将会 小心 其实讲到 有六样东西 这六样东西本身在今年 会带到 2023年 哇 都挺 什么 好像人家的 运流连运程 这样 通货膨胀危机继续会影响我们的 1、2、3月 未来 2023年 地缘政治继续绷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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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绷 因为之前你也看到有些CIA中情局 讲到 两岸会不会有一场冲突呢 南北韩仔 亦都有 有机会 金正恩 金正恩的妹妹 都细胸甲狼 带着 乌鵝局势 讲到 明年春 会整场劲的 这件事也都知道了 極端天气 继续会影响到的 这件事也都告诉大家 能源 粮食危机依然未能够解决 印度神 不要想着 大家是不是2022过了就算数 不是 去到2023都会继续有的 因为说到未来20年 将会是最 最严重的 糧食危机 另外就是疫情和疫苗的危机 所以 印度神童 经常 跟大家说 在12月 1月 2月 这三个月里面 大家记得 记得 做多些善事 深呼吸 太阳 吃多些菜 喝多些水 喝多些水 当然要了 内地的朋友 是不是 做多些好事 做多善事 更加 说好说话 那就 最紧要 有强健的体魄 你有免疫力 这件事也都可以告诉大家 印度神童 想大家要继续 告诉大家 听听 21月 2月 将会发生的事 其实 就是 11月 那个延伸 下去 看看 会不会 大家想着 好过 看来 都要点时间 才会好过 说完印度神童之后 也都跟大家说 跟随了这段新闻 这次不是印度 是印尼 一个非常巨大的project 就是 雅曼高 雅曼高铁 这个雅曼高铁原来跟中国一带一路 合作 那么他们一起兴建的高速铁路 也是本身一带一路在印尼的计划 指标工程 谁不知 在上个月 开始市营运 日前 就发生一宗 惊人意外 有工程列车 脱轨意外 发生意外 造成技术人员 两死 四伤的 惨劇 也都说到在兴建期间 出现多次意外 和争议 所以印尼当局现在下令暂停 暂时停工 更加要调查 事故的原因 而说两名死者 是中国的工程人员 真是 麻烦了 而说整个工程的成本 更加说到在内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时候提出 不需要印尼政府 出资 五十五亿 但是说到后来 就要 增加 不停地扔钱 后来印尼政府 自己 亦都要扔钱 下来 2022年 最其中一件大事 除了疫情之外 我相信 就是乌俄战争 有人就觉得 为什么 美国在后面 为什么会那么好 帮 帮手呢 当然 有人就说 帮手 卖军火 卖军火当然 此其一 因为说到美军 在这里上面 已经说到一年 已经提供了 接近400亿 这个军事援助 你这个数字上面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说到其实 有人就觉得 钱是事少 因为 美国 他们最厉害的 那样东西 就是 卖东西 那些军火商卖东西 他这次 这样无私 叫做捐了 叫做推了一堆过去 乌克兰测试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测试的武器 经常都说 你拿来测试你都没有经过实践的洗礼 你很难有一个实质的数据令人信服 正所谓你买东西都要看板 他们当然有很多美国的很多高科技的军事用品 没有拿过去 他们的隐形战机当然不会 傻的 一会儿不觉意跌下来 被俄老撿了 也是不得了 所以他们用一些 比较新款 高档 但是 不涉及一些 非常敏感的 资源的 军事科技 拿过去给乌克兰 使用之后 现在讲到 美国的军火商 在这一回里面 赚了很多钱 因为有不同 例如美国政府 可能西方国家 很多不同的订单 现在就找他们去买了 根据 他们这样讲 现在就讲到 美国军火商 就着这一场战争 已经可以赚到超过一不过 超过 550亿的 所以 不知道 因为其实 商家 你见过 以前有些战争 卖军火那些 最喜欢 打仗 没有仗打 都想办法 弄到 你们会打仗 这件事 也是 以前有很多 Netflix 都有 这些 可以看得到 所以 这个世界 是非常 黑暗 你不要以为 整个正义 背后 只是一场 金钱利益 另外 其实之前在马来西亚 这些天降异仗 发生了一宗 非常可怕的山崩 因为那个地方 是一个露营的场地 导致过百人被活埋 经过 当局 连续四天 日夜搜救 已经陆陆续救出 61人 24人 不幸如难仁 现在还有9个人失踪 而说 搜索犬 至今 协助找到 六具围体 这个 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意外 在马来西亚那边 突然之间 大家想着去Camp 开心心 怎知道 做了一场 这样的事 另外 现在说到麻烦事 继续一浪接一浪 罗斯东部 练油厂再传出爆炸 最少 5死 5死还是5伤 有人说作大 我们看看 其实俄罗斯东部练油厂 已经 爆了几运了 俄罗斯那边的建筑物 这次会不会又是 湖南派的无人机过去 也有很多人 觉得奇怪 你俄罗斯 不停频频离奇失火 发生大爆炸 还要有两个关于石油设施 你为什么官方好像很低调呢 这次 在俄罗斯境内再发现这宗炼油厂爆炸事件 这座油田是俄国最大私营石油箱 一间公司拥有的 说到超过一千平方公尺的面积 陷入火海 消息人士自出 最少5个人受伤 当局现在仍然在调查原因 因为有监于 俄罗斯这期 真的频频大火 亦一个星期传出4次 现在他们也不敢出声 可能 觉得要玩低调 因为始终 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 不是那么好 俄罗斯方面 很多人都觉得反战 不要再打了 就够了 但是 你看到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分分步 会不会将反战浪潮声音再大 打击到 甚至影响到普京的部署 这个就真的是 不得而知 看来 这场战争 真的要拉到冬天 才有一个明朗化 究竟要打到什么时候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 冬天 一定是进度慢一点 另外说起印度神童 刚才说的那些预言 北韩 金仔的妹妹 金与正有些了道 爆粗 什么事呢 金与正说些什么 就着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说北韩 现在用高仰国发射导弹 导弹飞人距离大概500公里 那么 韩国的专家就因为这样指出 用正常发射角度发射导弹才能够验证 朝鲜 是不是真是巨有 这个一个 ICBM 一个是不是 固态 固态发射 那个 那样东西呢 因为之前 说到 金正恩 他们已经找到一个非常 高科技的东西 固态燃料 是不是 本身这样东西 在金仔 来说 大家都会觉得 有点料到的 但是 现在 北韩公主 金与正 就在估计 说话了 就说 你们在估计我 有没有办法 验证导弹技术 你即是觉得我没有 没有料到 你簡直是贬低 北韩 战略武器的能力 所以 金与正就说 你想知道我有没有料到吗 你不需要说话 迟下 就会告诉你 知道 那就是现在 可能 金正恩的妹妹 究竟 是不是告诉你 你想知道 我迟早就告诉你 ICBM 其实说到 洲製弹套导弹 一定是知道 之前 那些固态燃料 又说到之前 金正恩 他们找到一些新的技术 那么究竟 现在 金正恩的 导弹技术 掌握到多少呢 所以 大家都拭目以待 如果他真的能够 能够掌握到 射上大气层 然后再抛下来的 弹道导弹 真是恐怖 不是很可怕 除了可怕的事 北韩 也会说 美国 美国 早前才刚刚地震完 现在 近 加州的地方 又出现地震 还在6.4级 超过5万名 住户 断电 Oh my god 所以 印度神童的语言 告诉你 不是惹小的 除了地震 另外 说一下疫情 在亚洲方面 东京市隔4个月 单日确诊数字 又破2万了 南韩 8.7万单 创了3个月新高 当然 数字上面 扩大 现在又说到 日本 美国 他们都不够 退销药 之前可能 有些 叫做中国的 留学生 或者 有些移民 过了去 当地 不停 掃货 掃货 内地 搞到当地 现在不够 弱卖 真的 头都大了 所以美国 现在都非常关注 中国的疫情 但是国务院 现在出声 会不会被人说 你指手 在那里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 普莱斯 说到 由于中国 经济 规模 新冠疫情 成为全球 关注的 焦点 希望中国 中国有能力处理现时的疫情 这位发言人指出 中国面对疫情的时候 处于较强的位置 不单止对中国好 亦都对全球地方好 他补充 病毒传播随时有机会变种 造成其他地区成为威胁 现在怎样说 他觉得 中国放宽 随时惹起来 但是在内地有很多说法 最坏都是美国佬 惹到病毒周围 当然 现在也不会做人 考究 病毒 没从哪里来 还是怎样 全球 你都不戴口罩的时候 美国也不要说 别人惹出来 其实 现在 问一个问题 很有趣 为什么现在尤其是 中国一放宽疫情之后 在美国 哪里也好 开始 出现了不同的制裁措施 其实很多 地区都非常忧虑 一件事就是 中国当你 完全 伏偿 他加大力度 加速搞的经济 一定 他会想很多不同的 优化方案 如果根据他们这样的说法 他会投入很多资源 甚至 会不会 行外资 就是容许外资 优惠外资 吸引他们 回来 中国 去做 投资 导致 他们自己本土的经济 甚至 本身他们 抢到的生意 回来 给中国 这样乘机 这样乘机 这件事 亦都可能 是他们 忧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 现在美国 最主要是美国 频频 出口述 这样 会不会可以打击到中国 那个经济呢 那就真的要看看 令到他们不会抬头来 这件事就真的不知道 另外 如果被你遇着是这样 你们又会不会 吵冤巴斗呢 现在说到由于丹麥政府 就要提 增加 提加一个预算案 就是增加国防预算 为了他们急急 扩大国防预算 竟然 将全国的 工作日数增加 缩减你的公众假期 你想想如果你是香港 你的公众假期是这么多天的 为了想多些钱收税 然后政府跟你说 所以我们缩短 你的公众假期 哇 这样也行 不是吧 你还要搞国防 你增加税机 如果你从增加税机那一部分 都可以想到 你可能会投射到国家 土地上 你说国防 大佬 有人说 不是国防也有用的 起码 有什么事打仗上来 也会有些工具 这是另一回事 但你也不会亡时打仗 你给了钱之后 只是无所用 很多人都会感觉 你这样 減我 真的不知道 行不行 现在他们说 除了要 提高经济收益 亦都要支出 国防所需 所以 现在他们想着 移除 那些红色日子 其中一个叫大祈祷日 另外 因为这个大祈祷日 就是说每年复活节 第四个星期五 那 亦都说 除了市民之外 好多商家 都出声投诉 喂大佬 你咳我红日 那我就少了生意 这些招真是毒辣 另外 菲律宾现在都在谷着旅游业 说 国民可以邀请海外亲友观光 更加可以抽公鱼汽车 哇 那么什么 好处 不过菲律宾好像没什么人去 那么 现在他们的官安部 启动了吹谷旅游业的大型抽奖活动 又说明年 明年 元旦 到四月底 海外的菲律宾人 只需要邀请外国人 到菲律宾旅游 就可以化身成为旅游大使 有机会抽中汽车 公寓 得这些大奖的 那么他们说 菲律宾海外劳工 甚至乎住在海外或者菲律宾具有双重国籍的菲律宾人 拥有法定年龄 所有菲律宾公民 可以 邀请外国人去菲律宾玩 而说到 连香港的那些工人齐职都可以 那么 会不会邀请那些雇主去 我带你菲律宾玩 为什么 因为我有奖抽 这样 香港其实都可以想想 你见到全球现在在这些 为明年做出旅游打算 走出经济的谷底等等 他们已经出了招数 当然你见到 香港 我们的特首李家超 说 放得很松的 九成的 当然有人就觉得 还是没够 最主要的那几样东西 还没放 一天没放 就不叫放 不知道 未来香港 怎样可以 用一些招数 跟别人去 比较 因为现在 每个人都在拼命 另外 美国现在他们自己都是丑丑的 因为 讲到之前 美国 国会骚乱案件 特朗普 特朗普 是不是一个主谋人 现在 厉害了 众议院将会历史性 叫司法部 刑事 检控 检控特朗普 这件事 因为国会山庄 骚乱事件 导致5个人死 大概140名警察受伤 国会大楼受到破坏 美国国会众议院负责人 调查有关 事件的来龙去密委员会 在日前 那天最后一场听证会 有委员成员 通报 建议对前总统特朗普提出四项刑事 而检控 包括 妨碍公务程序 串谋欺诈国家 串谋作出虚假陈述 和叛乱 根据宪法架构 他们只有建议的职能 所以 这个advice 究竟成不成事 都要等他们的司法部定夺 但是看来 Donald Trump现在都很麻烦 因为很多事 都没完没了 不过有些人就说 人家可能都未必起诉 因为一起诉 将会有很多 麻烦事 会跟赖美 说起美国 那么粒粒乱 美国人他们自己 怎样看呢 对明年 原来说到超过一半人 对美国前景感到悲观 真是灰灰的天阴阴的街 根据美国华尔家日报的调查 超过一半选民对明年 美国经济前景感到悲观 更加有三分二的选民认为 美国的经济现在走错误的方向 这个方向 会不会导致拜登 不能够连任 这个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话题 因为始终 很快就过了 任期眨眼就完 如果现在 还不能够走出这个谷底 也是 被选民唾弃的 美国人 自己都不拖自己的地方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 哈利王子 他自己也有本新书 除了Netflix之外 他现在更加 就说出了一本新书 一边 大爆自己 第一次 给了一位大姐姐 哇 是不是 真是 那么夸张 给了大姐姐 有人就说 自从哈利 卸任了皇室高级成员身份之后 说话越来越大胆 更加 说到不停 爆皇室 希望爷爷关注 更加 将自己的秘密都 卖出来 哈利说到他自己有一日 在英国某某 乡乡的地方 将珍贵的第一次 给了一位 很漂亮的姐姐 当时 他还有一位 年轻人 有人就估计 这位姐姐 原来 可能 现 现时已经57岁英国 验星 伊丽莎伯 克利 哇 是不是 那当然 有记者问他 他说 他当然不是我 我哪个这么大胆 吃了他 真是不知道 大家猜猜 好了 今集讲到这里 下一节再讲 拜拜